不需要烤箱 更不需要厨师机 有手就会的低卡小甜品 它来咯 就是这一款南瓜巴斯克 一台空气炸锅就能搞定的 秋日限定版小甜品 最主要的是热量真的很低 先来把这个贝贝南瓜蒸熟 马上不是也要开学了吗 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或者下午茶不知道做什么小甜品的 都可以来做它 不用切 洗干净了 直接上锅给它蒸熟就行了 它蒸个20分钟 南瓜让它先蒸着 先来把这个奶油奶酪 给它软化上 我这个一盒的话是200克 配方是只要375 我两盒都用了 不然多处的一点点也浪费了 加45克的零卡糖 买烙就直接拌匀了备用 南瓜估计也蒸好了 出来放到盘子里 好香呀 稍微冷却了之后 把南瓜的顶部漆开 然后把里面的籽掏干净了就行 四个都掏空了 这次买的贝贝南瓜好粉 剩一点点 把它吃了不能浪费 留了180克的南瓜肉 倒到这个料理机里 加上270克的淡奶油 如果觉得有点厚的话 可以适量的加一些淡奶油 拌到这种稍微有点流动性就可以了 刚刚软化好的这根奶油来了 我们给它打三个鸡蛋进去 用蛋抽先给它搅拌涮滑 搅涮了之后 加15克的玉米淀粉 继续给它搅匀了就行 再把刚刚调好的南瓜泥倒进来 满满的一大盘 再来给它过一遍筛 然后把这个懒懒糊倒进来 剩下的放在戚风模具里烤 明天刚好做早餐 这个的话我们直接用家里的空气炸锅来做 直接给它放进来 把风吹起 桃花落在酒上 也不会再想起你的模样 东西炸锅了好 中途给它加个一个锡纸 一点也不比烤箱烤的差 烤箱版的好了 烤箱版的上色也很好看哦 给它来放凉 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先拿去冷藏这 冷藏好了 我先来替你们尝一下口感 光这个切面就感觉特别的容易丝滑了 你们看这个组织 我宣布这一款直接在我这里就风神 非常非常好吃 尤其是加上了这个粉粉落落的贝贝南瓜 剩下的这个我要带过去给小朋友吃了 今天家里又多来了两个 你携带的话也不用担心他胃化 你们如果想吃什么小甜品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哟 我做给你们看 孩子们你们的小甜品来了 快点 妈妈拿上来 妈妈 妈妈 妈妈今天咬哥哥了 你咬哥哥了 我咬的很饿的 你为什么咬哥哥 咬了我现在碰了不能碰 对不起妈妈 对不起妈妈你这是 妈今天都没叫你拿我就用口语吐它了 你要跟哥哥说对不起 咬这么狠呢 我现在不能碰很痛的 妈妈现在就不咬哥哥了 一定要记住不能咬人了啊 整整做的这个好不好吃 好吃 软软啰啰的是不是入口丝滑呀 是的